距離加州6月份的初選不到2個月 週三晚上 加州的眾議員 州長參選人艾倫現身 矽谷的共和黨月會發表演講 受到與會人士的歡迎 接下來 一起來聽聽矽谷居民 對艾倫的證件都有哪些評價 承諾減稅 打擊犯罪 修補道路 提升教育水平和完成水利工程 加州州長參選人艾倫 週三晚上向矽谷的共和黨人 宣傳自己的競選理念得到了積極反響 我們的州需要回頭 而Travis Allen是一個能力的選擇 他很困難 而且他真的會有差別 我知道在加州有很多人在暴露 他們會害怕在政治上發生 我知道他會有改變 綜合評估加州州長各競選人的證件 近期 華人草根團體 矽谷華人協會 正式決定背書艾倫 他的理念很符合我們華人的理念 都是一致的 Travis Allen是反對大學入學的AA的 這個是我們矽谷華人協會 非常注意的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呢 Travis Allen也是反對AB1726 就是反對亞裔細分 這個也是我們支持他的原因之一 對於矽谷民眾來說 很多人對治安惡化 物價飛漲 庇護非法移民等深有感觸 期待改變這種局面 這個社會現在問題重重 包括我們的教育 包括我們的犯罪紀錄 包括我們這些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沒有辦法來 用民主黨的這個 policy來解決 目前 艾倫以另一名 共和黨州長參選人 考克斯的民調比較接近 與民主黨參選人 副州長紐森還有一定的差距 不過 支持者們相信 只要艾倫在初選中出現 極有可能在11月大選中 擊敗紐森 新唐記者張德輝 貴谷盛塔克拉採訪報導